好 再來看到台語泰伍科號 現在釀成50人死亡大家來捐善款 昨天有一名無性的網紅 在IG的現實動態 你可以看到他貼出了兩張 150萬捐款收據 但是呢 現在也被倆包說 這是下載網路上的舊圖來改的 好 來比一比這兩張的編號 104387 在這個編號的部分呢 是一模一樣 因此被罵翻了 說太缺德 這名網紅IG他有1.5萬人追蹤 他自稱是新宇航空的空服員 但隨即呢 新宇航空 現在也來發了聲明表示 確認之後 新宇航空並沒有這名客艙組員 如果涉及了不法來毀損商譽 新宇航空也考慮要採取法律的途徑來處理 好 說到這個捐款的部分 我們就要來看到了 衛福部現在也推出了募款專戶 希望大家能夠來幫忙 在這回意外發生當中 死傷的乘客家屬 但是現在同樣呢 這樣的做法也遭到炮轟 海北市議員羅志強就說了 好 蔡政府您自己也知道 發起了募款會IP 而這麼做 只是為了轉移焦點 政府其實在這件事情是 侍族 不是供親 就是說台鐵 其實我們政府是他的管理者 所以當台鐵發生了很多的問題時候 其實政府是與有折焉的 所以你知道政府 他本來就應該為這些事情 做一些善後的負責 對 那你募款募進來的錢 請問你怎麼用 更換大家難道都忘了 高雄氣爆的那個善款的 那個做法嗎 對不對 花了幾千萬做裝置藝術 請問現在捐了六千萬 如果給人花幾千萬 去做裝置藝術 請問你會願意你的善款 是這樣被運用嗎 當初高雄氣爆的時候 請問他們在收各界的捐款的時候 有沒有告訴你說 你全監過來給我 我會外包去做幾千萬的裝置藝術 他當然不會這麼說 對 我還要講 你可以看到幾千萬裝置藝術做出去 請問你又是又是給誰 綠油油嗎 給綠油油做嗎 然後去用天價的律師去請律師 花大筆律師費的錢 去請律師幹什麼你知道嗎 去跟災民打官司 沒錯 對你拿我們今天捐給你的善款 然後跑去跟災民打官司 結果最好全部都敗訴 所以你要看到說今天 我們要講說關鍵是什麼 本來也許政府來募款 其實大家意見可能還沒有那麼多 對 但是今天為什麼政府募款 大家意見那麼多 是因為你民進黨政府 過去高雄的氣爆那個例子 讓大家看不下去啊 你跟我講管理委員會 拜託高雄氣爆的募款 沒有管理委員會嗎 有的全是你民進黨派的人在裡面啊 然後你到底做了多少分配 全是黑箱 也不能夠讓大家知道你善款運用 善款運用的最後結果 也不讓大家滿意啊 所以今天我們可以看到說 當然我也必須講啦 這個時候打出所謂的那個募款 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我對民進黨 真的是已經受夠民進黨了 民進黨其實做很多的事情 你不要小看著他們 為什麼你知道嗎 就像之前蘇貞昌對不對 明明去打個疫苗 他就是不肯要公開 第一時間讓我們 為什麼要創造新的題目 讓大家去吵架啦 你懂我意思嗎 你看我今天面對 很龐大的一個究責 就關於所謂的那個 太魯閣的事件對不對 現在越來越多證據出來了 你今天沒有做邊坡預警 沒有做軌道的那個監測 那這些都是政府該做而不做 甚至已經有律定期程 在2020年到期就該做 你都沒有做 然後呢剛開始就跟大家講說 這工程車掉到鐵軌 你能怪台鐵嗎 你看網路上全是這個風向 然後會發現說 有邊坡管理跟所謂的那個 軌道監測的這個所謂的一個 政府責任之後 他們就開始不斷的換站場換站換站 然後我跟你講 募款這個事情幹什麼 我跟大家直接講 他們在打募款這次就知道 我們會拿高雄的那個 善款的募款的事情出來說 但是呢因為民眾有限就想捐款 然後善款到底該不該 政府募這一件事情 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我們只是不信任他 但是政府該不該做是 各有兩套說法 所以他創造一個題目出來讓你打嘛 都背任主要來 剛才見不滿大 我們來打明星期經驟 我們來打明星期間 在你就會休閉